陪一個少女長大 不如陪阿姨聊聊心裡話 阿姨好 阿姨妙 阿姨兜裡有鈔票 阿姨理智不胡鬧 阿姨不會每天要抱抱 阿姨美 阿姨甜 阿姨咖哩尊有錢 記得訂閱阿姨唷 朱姊的生日又要到了 你想發啦 阿姨咖哩咖哩咖哩 下面一位 我最近在減肥 思琳拿下去分給大家 你們年輕人這樣貌貌濕濕的來人 朱姊的生日又要到了 大家今年有什麼打算啊 沒想法啦 薪水和去年一樣 沒半點漲進 是能有什麼想法啊 心累啦 一豪哥 你就是以前班上那種 討人宴的好學生耶 考試前還在那邊裝 啊 我都沒有念耶 結果最後成績出來前三 到時候就不要準備超用力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宋長官禮物的三大原則 價格得宜 實用性高 而且了解喜好 要不然 我們就從朱姊本身發想啊 西底包這麼愛吃 要不然送吃的啊 最近不是有很多直播台 賣的什麼海鮮烤肉組合 食物會不會感覺太像逢年過節送的東西啊 有事有拿來當生日禮物嗎 我看朱姊是蠻愛打扮的 還是送他包包鞋子之類的 以為我們的財力 就算合資 也不一定買起朱姊看上眼的包 而且朱姊是老人耶 送鞋 會不會才要禁忌啊 要不然送時鐘啊 掛在他身後那一面牆 提醒他記得準時幫我們下班 送中比送鞋更明顯好不好 因為他gap不到喔 講幹話 我覺得我們在這樣討論下去也不會有結論啦 我來總結一下 朱姊愛吃 愛打扮 有一定年紀 對某些東西有忌諱 我們大家就往這個方向各自努力啊 加油 欸 葉浩哥 我也要送嗎 廢話 你是勒 可我只是公讀生耶 這就是大人的世界 反正主持也不會咳嗽你啊 你送的就是 加分 美配幫你上一場社會課 不然謝謝哥 謝謝伯哥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耶 耶 好啦蛋糕 等一下思琳就下去切一切分給大家 聽說 大家今天都有準備禮物 朱姊要不要現場猜一下啊 猜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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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你們這麼費心 搞得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耶 那我就恭敬不如仇命囉 好 那就小買先開始 朱姊 朱姊 這個是我去櫃上精心挑選的 有感受到嗎 來自優雅的花束 撲別來的花香 在後味漸漸轉變成溫和穩重的 檀木及香根草 為輕柔女性魅力 帶來了厚實的溫度 正適合像朱姊 您這樣成熟的女性 嗯 香水這麼個人化的東西 根本你就不設男種了 點心知男會犯的錯 失敗 小買 嗨 你說的那個什麼 花香 檀香 草根香 我是沒有感受到啦 但是你不覺得這味道 特別的熟悉嗎 熟悉 這就是我們廁所方向界的味道啊 對對對 思琳等等拿去廁所放著 下面一位 葉怡豪 來 安神健康 增長智慧 廣結貴人 帶動財計 屈吉必修 放在陽台檔上 放在客廳招貴人 放在辦公室 開啟智慧 激發狀藝 提升異性緣 和同事之間的 將主容駕 重點還來自哪裡 中東死海要價六萬塊 適合尊絕不滿的朱姊 蛤 葉怡哥 可是他不要先寫三首九 也不先檢查一下 連標價都沒撕 失敗 沒關係啦一號 心意最重要嘛 謝謝 思琳拿走 下面一位 乙曼 朱姊 這間甜點店非常有名 是我排隊分單 我最近在減肥 思琳拿來去分給大家吃 不是說要了解喜好了嗎 連朱姊最近在減肥都不知道 唉 失敗中的事 下面一位 朱姊 聽說你最近養了貓 什麼 為什麼他會知道 這些丼竿是我請大哥購買的 聽說英國皇室他們都用這間的 台灣沒有 希望朱姊和朱姊的貓會喜歡 有喔 不愧是小琴 非常細心 只是 不代曉 你不知道跨境網路購物的妹妹剛剛很多嗎 你有了解來源及產地嗎 怎樣 上次非洲豬恩帶來的教訓已經忘記了是不是 你確定這個代購 有遵守輸入檢疫規定 主動巨石申報 沒有簽什麼七七怪怪的文件嗎 我看你都不清楚吧 那我猜你一定也沒有看社畜時代第114集 朱姊私事公辦 下場超級閃閃一集吧 我差點因為妮娜代購國外辣場 被上銬抓去關欸 你先想害死我啊 不是這個意思 網頁廣告上都有標示 還想狡辯 你不知道這種遺言是廣告大多標示不明 卻還來路不明嗎 你們年輕就是這樣 冒冒失失的 來人 張嘴 張嘴 朱姊 這鋼筆雖然不是什麼厲害很貴的東西 但是我想說你每天都用得到 再出去開會簽合約也會很有面子 卡片的話 裡面就是一些我想要對朱姊說的話 朱姊你回去再看不然我會不好意思 陳思琳 我真是沒白疼你耶 今天送的禮物裡 就你送的我最喜歡 大文你咧 朱姊我已經訂好餐廳了 想說請朱姊和大家去吃個飯當生日禮物 你還真有心欸 不忘記幫我做面子 錢就不用錢了啦 吃飯錢我出 大家今天早點下班 吃飯 耶 耶 朱姊這間甜甜甜非常漂亮 我最近在減肥 我還有一句話 所以我 我就想要 今天就只有兩句 他才快三小時 一生日快樂 耶 耶 欸 高神手音 高神手音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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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